520现任官员们动向也备受关注 曾经担任疫情指挥官的 前卫福部政务次长王碧胜 有消息传出 他将担任开发金子公司 中华开发资本的副董事长 换传年薪上看800万元 虽然王碧胜并不是财经专业背景出身 不过有财经专家认为 创投公司本来就需要借重各领域人脉和专业背景 王碧胜跨入金融圈不无可能 而对此开发金也在晚间证实 疫情期间担任指挥官的 前卫福部政务次长王碧胜 日前在脸书发文表示 暂时结束27年的公职生涯 未来计划朝向截然不同的领域发展 打破担任部立桃圆医院院长传言后 又透露6月将有新职位动向备受关注 如今新职位曝光 一度传出王碧胜将到中华开发金控子公司 中华开发资本担任副董事长 更传出年薪上看800万元 金控业的总经理或是副董 他们的薪水都六七百万以上 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具体还是要看开发金内部的这个状况 根本没有任何财经专业的王碧胜 也可以去担任开发金读董 难道你们都不避嫌吗 你们都不觉得有违反社会观感吗 消息一出引发讨论 而开发金回应表示 近年积极与领域专家合作 希望帮助生衣新创加快商品化脚步 为了拓展产业生态及掌握专业新趋势 证实在24号董事会通过后 言聘王碧胜担任资深副总经理 那所谓创投就是说 我可能投资一些还在萌芽的公司 想要利用他的人脉呢 可以判断出未来哪些生机公司 或是哪些新要公司哪个可以投资 我觉得当然是有借重他这个成分存在 继前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前经济部长王美花之后 再有卸任官员转战金融圈 引发热议 记者的商与许修明台北采访报导 国立故宫国院在今天上午11点多的时候 发生了停电 展间内突然一片漆黑 不少的学生来参观受到不少惊吓 而工作人员也协助照明 但是为了确保民众和文物安全 院方也先引导大家走出展间外等待 而至于在院内保存的文物 院方表示停电一分钟之内 就启动了恒温恒湿机制 因此文物并没有受到影响 至于为什么会停电呢 台电表示是台北市政府的 下水道工程 挖損书店线路 造成了跳脱才会停电 眼前突然一片漆黑 用手机录影什么都拍不到 这里是国立故宫博物院 23号上午11点多突然停电 院方紧急启动照明系统 还有工作人员拿着手电筒 指引民众离开馆内 确保游客及文物安全 民众伸手不见五指 只能先跟随指引到外头等待 突如其来的停电 让参观师生们都吓了一跳 台电调查后发现是 北市府的下水道工程 挖損书店线路造成跳脱 不只有故宫停电受影响的 共有北市市林区约一万两千户 经过台电紧急抢修 很快就恢复供电 而故宫表示上午11点22分停电后 大约13分钟就恢复供电 11点46分恢复民众参观 不过在院内保存的文物 是否会受到停电影响 万一它会影响到温湿度的时候 那我们的第二线的柴油发电机的启动 跟冷气空调温湿度控制的系统 它一定会在那个必要的实现之内来恢复 院方表示这些文物在密闭的展柜中 如果是金属器 温度必须保持20到24度 相对湿度45%以下 如果是书画纸券 织品竹木等有机材质 温度是要保持在20到22度 相对湿度50到60之间 而在停电时一分钟内就会启动恒温恒湿系统 只要温湿度波动在可容许范围内 对文物就没有影响 民众来到故宫参观 没想到遇到停电有惊无险 借了据黄胜泉台北报道 政府大力提倡礼让行人先行 不过高雄却有六名学生想要过马路 却在搬马线前被罚站 当时人民驾驶有停下来 不过却有超过30台汽机车 依然从眼前呼啸而过 根本就没有要礼让的意思 学生们就在路口被罚站了33秒钟 找到空档才顺利通过 这样时开到路口 看到右前方有学生要过马路 他自己停下了 但怎么回事 其他人好像没有要停 咻咻咻 123456 先有六台以上机车接连骑过去 左侧货车自小科车也直接开 有空档 但仅两秒车潮又来了 就这样学生在路口罚站 眼睛盯着看 等了33秒才成功起步 应该要多离让 应该要设号子啦 当时六名学生背书包 以私放学 碰上当地路口闪光黄灯 从这名驾驶停车 到学生通过 超过30台汽机车呼啸而过 后续衣车牌 有13台车遭到举发 学生后来通过 还对他挥手示意 丧再感谢 行人穿越时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 转往台南路上车子来来往往 斑马线上两个人站住不动 竟是穿婚纱在摆拍 他不一定会在这个路口 有的是后面的路口 趁绿灯站路中申请对望 不确定是向中后方建筑 有国外feel 还是这路口对两人有意义 确定的是路中摆拍 恐怕违规要收罚单 记者王成龙 黄富奇 高雄台南综合报导 高雄首座社会住宅凯旋青树 去年7月开始入住 上个月发生了强降雨 导致楼梯间出现瀑布 住户抱怨连连 现在还爆出了 蒸烟探测器太过敏感 连煮饭的油烟或熏香 都会导致警铃狂想 甚至有一次 社区还贴述了公告 表示警铃响起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木日乳太香了 也让住户傻眼 火灾解报金黄桑 住户第一时间从那一楼户外避难 但什么烟也没有看到 后来发现是五楼一场 而导致警报器响个不停的罪魁户手 竟然是他 最扯的是听到他们公告是因为 我们洗澡完沐浴乳太香 导致警报气响 真的没听错 住户说的就是沐浴煮 开玄清术是高雄首座社会住宅 住户抱怨去年7月入住至今状况百出 蒸烟气太敏感 煮个菜点薰香都会造成锦铃大嗓 十分困扰 导致我们现在入住一年多 我们也不敢煮饭 我刚搬来没多久的时候 就有想过两三次 同一个月内 对啊 设载多知公告 呼吁住户巡响记烹煮食物 都可能触发蒸烟气作动 一般来说蒸烟型探测器 适当烟浓度达到一定的变化的时候 就会发出警报 定温型则适当温度突然上升到80度左右 就会想多是用在厨房或是神明厅 而插动型是当温度每分钟上升10度 就会发出警报 但沐浴乳太伤 真的有可能造成锦铃大嗓吗 消防设备的业者说不可能 因为气味无法透过火警探测器侦测 怀疑是住户洗完澡打开门 大量的水蒸气触发蒸烟气作动 假如是因为抽烟等等 这种违规行为所造成的触发 依照契约我们会祭点触发 锦铃三不五十就像 就像放养的孩子搞得住户好乱 每次都在挣扎到底要不要跑 而杜发局将会同消防等单位 进行检测并做改善 接下来孟廷克成浩在高雄的采访不到